大家好 我是金杨游侠 我现在在一个河床旁边 现在我身边的就是金矿的老板 马总 马总可以带我们介绍 看一看吗 这里的后面好多设备 这设备运过来多少时间 运过来差不多三个月了 那边设备是在阿富汗半地的吗 就是从昆都市那边租过来的 昆都市租过来的 这个也挺贵的 每个月的话 运也挺高的 也挺多的 每个设备都不一样 有的是按少时算的 有的是按月算的 这是油 才油 这么一桶 差不多多少钱 我看26000米 这个是 这一桶是十二桶左右 十二桶左右 这些大的帐篷都是休息的地方 休息 呃 司机 司机安保 然后工人 都住的地方 这些是水泵 这些水泵 这些水泵 这些水泵是疫情的地方 拿上了这些没休息的地方 这个水泵容易坏吗 这个什么容易坏 这个三天五天就出问题了 三天五天就出问题了 有什么汉洁都不合 有什么机油问题等等的 哦 看看这有个发电机呢 发电机过来还没用 没有水泵跟点线 还没用 这次开工的话就把那个灯热 哦 好的 好的 来这边还是有很多困难的 困难 我看一下你们那个洗糖 什么样 床也可以 在哪里 在河床里边 河床里边 然后从这边过去 好 从这边过去 这边还有一个 钥匙人交保 交保 比如我们安保人员 每天值班的 值班的地方 所以说这边危险还是有的 呃 有 但是我们有这个政府 提供了这个安保人员 政府部门提供的 这个政府 单地的还是卡布尔的 当地的当地 单地的安保 这边是一个小河床 这个是小河 那边是大河 那边是索花的 好吧 我们过去 找找找找 你这个都不这样 嗯 简易的小木 这边是小木杂 这个河床呢 原来要宽一点 然后这边的话是 坐里面划床 然后在这里划床 这个整个河段 就是属于你的 最多 通常是600多米 宽是50米 这个的话有没有时间线 没有时间线 没有时间线 只要你挖 就是你一个月挖完了 也可以 你跟你有证实证实 大家看一下这个呢 这是一套 还有另外一套 那一套的话一天能做多少放 这个一天的话就是2600万 2600万左右 两套设备都飞三的话呢 就5000收套 5000包 对5000包 那还可以啊 这个含量大概有多少 含量 含量 以前挖过的 深15米 这个看到的那个湖呢 是深15米 那一面他们已经回田过了 然后这边挖完 逐渐逐渐挖到那头去 对不对 就是 从那边 继续往下挖 啊 继续挖 挖完了之后 再挖河川那边 河川那边改一下道 改一下道 这个差不多 你们预期周期运多少时间 预期就是6个月嘛 到明年的圆域分点 应该差不多 其实我们如果听到了 就是说0.4克 就是按计算下来 其实所以还可以啊 还行 还可以 那这当中我相信 肯定有很多种困难 嗯 困难是挺多的 一些 五天你看那个动物 属于是静止状态 肯定遇到困难了 对 困难是有的 那请问您这里的话 现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嗯 现在就是政府部门 他这个 对这这一天 就是这个整个河川 一个整治嘛 他还没有 一个完整的这个法律 来这个控制 这些老百姓 跟这些 中国人也好 其他狂业的也好 他还没有完整的 就是管理的 方法 协调 这个协调的形式 他这个形式还没有 那这就是卡布尔 就是数度那边的 消息 他们的消息就是 但是真割这个狂业他都要整顿一下 对就是狂业的 整治一下 谁来管这个 或者是哪个部门管 他把这个整治一下 所以就是 目前我们 出于这个静止状态 你知道的 现在有很多中国人 要赶到这边来 认为阿富汗很多杀金 都比较 比较好比较多嘛 哈哈 因为他们来的话 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因为我也 听说就是 有很多人带很多资金来 但是呢 如果遇到各种困难之后 那资金打碎票了 也有可能是 对吧 您给什么样的建议 这个就是 现在这个阿富汗跑进吧 这个就属于一种热度 也跟中国人的说 话说就是这个仇货 已经起来了 正在这个分头网间上 是吧 所以这个还是分券 这些投金的老板们 那些伙人们 我们要一心投资 一心投资 因为这个分线是挺大的 要是不干这个时期 就是不挖的时候 每个人都坐在可购 坐在每个省份 就是找矿的时候 感觉这个投金挺容易的 挺容易的 但是这个时期干起来 每个人遇到的困难 比如我们来说 就干了三个月前期 就禁止了三次 这个困难是挺大的 所以就是 封劝这些 中国的老板们 就是一心投资 这个分线挺大的 不要一下子干的太大了 就是太大 这个太大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 亏的越多 亏的越多 我们以前有个房子下线 当地人搭一小站板的也在这边挖的 因为他们看到其他的中国人或者是大的工程在挖 他们当地人看了也认为有一点机会吧 所以说他们也在那里挖 然后这一片都是这个中国老板他们已经挖过的了 然后到时候回田把它改过来 这边河床了你看 以前我现在所站的位置是河中间 现在的话 看这水 已经很高了 到时候那边的话 再挖一点 一共是600米嘛 在上面的话就是 当地人他们挖的了 他们挖的话就是有点乱七八糟的 刚才我问过老板 他们这边的话 挖的现在是15米 那个精致的含量已经能达到0.4了 他们自己测过了 差不多能达到18米 20米到30米之间 30米之间 就是含金量会更高一些 到时候他们慢慢来 到时候再挖到底下去 看看这些设备全部都 自己加工的 自己加工的 我们自己焊的 这个是讲究技术 我现在拍的话 会不会泄密 没有问题 这个都不行 你还在 你要的问题就在那个上面 哦 前面那个塞子上面是吧 其他的汗汗垫的水都会是吧 对 设备全部停留给你的 这里面不生产钢材 这都是重新浪过来的 这些钢材都一浪过来的 一浪过来 整个这个架子做完要 12万左右 12万左右 你看 就是这个一个洗床 都要12万左右 这个当地人是给我们马总 来提供油的 今天过来看看开工都没有 对吗 然后这个就是油箱 是手热灯 好多部门应该都希望他开工 应该是很多希望的开工的 希望我们开工 刚才您说这块土地 是单地人的 当地人 你们 我们是承包的嘛 就是租的 租了多少钱 租了一年嘛 一年的成本就是2400美金 2400美金一年 一年 那如果你们到期了之后就搬走 到期了我们是先要给人家这个 这个恢复这个土地嘛 土地要恢复 土地要恢复 然后是把这些沙给人家缠走 缠走以后给人家恢复成土地 才能搬走 哦对对对 要负责 讲中国人嘛 就是就是 这块地还挺大的 这块地大约有个6亩左右吧 6亩左右 6亩左右 这块用来做营地 营房的 到时候把这块土啊 全部都要给它缠走 因为石子它就遵地遵不了 挺好挺好 然后你们这边工作 就是带动多少当地人的就业 7个也挺多的 一天我们刚开工的时候 有30个工人 10个安保 有差不多30个这个集结司机嘛 这样的话差不多有70多个人 70多个人 就在靠这一块生活的 那他们每天的收入怎么样 每天的收入 比起这个城市的话 这个很乐观的 比城市里的工作 哦乐观 收入还多啊 工作还轻松 哈哈哈哈 每天上8个小时班 一千也能挣个520亿 520亿 哦那可以了 就是他们比较乐观 一个月算下来的话 200多美金 那远比城市里那些人好多了 还有那个 饭店的高级餐厅 我们去了几次高级餐厅 他们的工资也就一望 那他这个远远高于 这些人工资了 你这里的工资 就是 所以这个带动的 不光是他们70个人嘛 他们后面还 还有这个家里家庭 家庭 咱中国人 可以的 中国人去哪里都是和平的 都是给他们带来经济的 非常棒的 所以他们跟我们也 关系比较融强 对 都很好的 老板 好样的 继续努力 为了安全 他们当地政府 派了一对安保过来 不得安全 这帅哥是安保队队长 现在是傍晚了 晚上天黑 我们今天晚上就睡帐篷里面 晚上在我们马总这里 还能吃上中餐 哈哈中餐 非常丰富啊 这个是肉炒苦瓜 这个是什么 这个黄瓜 黄瓜 这个是他们本地的菜 你这些菜啊 都是中餐啊 还有一份凉面 这边现在有三个中国人对吧 我们四个 四个 是四个中国人 在这边 这个也就 艰苦创业者 哈哈哈哈 他们都是北方人 所以说爱吃面 我们都爱吃面 这老哥 吃这一大盆 哈哈 北方人吃的 这个这个面比较多啊 素菜 在这边吃素菜很奢侈哦 而且的话他们 当地人不怎么吃素菜 只有咱中国人吃素菜吃的多 今天的话 我们大概给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中国人在阿富汗这边 做这份工作 其实是有各种困难的 怎么说呢 在各个方面 大家都是需要注意的 不需要 太一时冲动 认为很影响 认为很简单 因为它有很多困难的 有时候这种困难 是你看不见的 知道吗 行 今天我们大概了解一下 这边的杀金的情况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见吧 拜拜